中国表演艺术学院将在加州中国表演艺术学院来举办筹款的一演 而两天此上的演出 全数收入都将会捐给华裔残障家长协会来筹建活动中心 加州中国表演艺术学院将在这个周五周六连续两天举办筹款一演 将演出的全数收入捐给华裔残障家长协会来作为筹建活动中心的款项 老师陆一平表示这次演出所单高的演员全都是中国一线主角 我们京剧是说行当嘛 我们的生诞敬丑这次都有了 我们演出的剧目有两天的戏 我们有折子戏有全本的戏 然后有文系也有加州很少看到的一些武系 应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 然后呢因为这个演出呢是加州中国表演艺术学院的 他每年一度的慈善一演 他们的演出的票款呢会捐赠给华裔残障家长协会这么一个机构 那么我们来参加的演职员们呢听到这么一个情况呢 大家都为院长的这一个壮举所感动 所以一下飞机呢就投入到很紧张的排练当中 家长协会翁黄韵贤表示感谢中国表演艺术学院的支持 希望能够在两年内募集到所有款项来完成为残障儿童和家长 兴建活动中心的心愿 也希望各界能够给予帮助跟支持 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中心的话 我们的家长家庭 就是残障的小孩跟成人们 他们都有一个活动的空间 那我们十年多了 跟这个艺术学会一直都有联系 他们十年里面都有帮助我们 每一年他们去做这个表演的时候 金局表演的时候 他们都会记得我们 都会捐助给我们 来自中国北京上海等地的国家一级金剧演员 将共同演出游街空城记等曲目 演出时间是22号跟23号两天 地点在加州中国表演艺术学院 中旺电视采访报导